熬夜是一种危害人身体的不良习惯 经常熬夜会导致脱发,记忆力变差,皮肤辣黄,免疫力降低 年轻人还会影响身体发育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熬夜的时间点定义也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认为超过11点不睡就叫熬夜 还有的人认为超过2点不睡就叫熬夜 但是由于个体差异,到底多晚睡才算熬夜并没有标准的说法 有人习惯凌晨2点睡,早上10点起 还有的人习惯晚上10点睡,早上5点起 这些都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熬夜 健康的睡眠模式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是要有规律 还有一个就是要睡够时间 成年人正常的睡眠时间应该保持在每天7到9个小时 有规律是指每天几乎都在同一个时间上床睡觉 最多不要相差一个小时 对于每天睡7个小时以下,还经常黑白电脚的睡 就算是熬夜 一般来说,建议在晚上10点左右睡觉 是一个很好的睡眠时间 我们都知道,正常的睡眠分为深度睡眠和浅度睡眠两个部分 人体在睡眠时有正常的运行规律 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入睡以后由浅入深,一直到天亮 而是深一阵,浅一阵 深浅睡眠加上快速眼动睡眠不断交替 一般情况下,正常成年人平均每90分钟交替一次 如果按照每夜8小时睡眠计算 一个晚上成人大约有4到5个睡眠周期 正常人一般晚上会做好几个梦 有的人都能记住,但是有的人就一个都记不起来 主要是因为在一个周期内 记忆会将快速眼动时出现的梦境抹除 人在入睡以后,特别是前半夜 深度睡眠最多,睡眠质量也是最高的 所以说晚上11点到凌晨的3点 是身体休息和修复的最佳时间 俗话说,要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觉补 如果有一个好的睡眠 对我们的整个身体是非常好的 平时尽量不要熬夜 如果是失眠睡不着 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助眠 也可以轻轻地拍打头顶百会学 白天可以参加一些适当的体育锻炼 养成规律的作息 每天固定的睡眠时间调整生物中 好了,这期视频就放在这儿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羊,咱们下期见